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政治科学遇上流氓化时 会有什么化学效果呢?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 这个由村里楼以及阿华TV 联合主办的节目世界之窗 今集是第十三集 这个由我Anthony 做主持的工作 今日都非常开心 因为很人才仔仔 一次过可以请到这么多人 和我一起做节目 我继续介绍 我右手里的两位议员 分别是李梓榮議員 以及叶兵国议员 大家好 其实在过往的日子里 他们都曾经在我另一个节目上 今晚都很给面 另外两位是少壮派 分别是菲塔和可怡 他们很明显 看得出 90后 因为嘉宾的阵容上面 都有一些明显的分别差 看得出应该会有一种火花 今天话题正正正正由这特点讨论 我們討論些什麼呢? 現在去一去片大家會知道 還有很多 我回去拿一個洞 是家父嗎? 是呀! 是呀! 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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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月嵐 走呀! 家父! 兒子 家… 喂… 玉琳也在做月嵐 你們兩個不要走呀 不要… 看著小朋友們 不要… 不要走 兒子 兒子 爹… 爹… 快點跳呀… 家父,不要跳呀… 我真是想不到呀… 我已經夠壞了… 我生兒子出來… 家父真是沒有這個樣子… 有… 生性… 有節度… 輸不到… 沒有本事… 我… 有宗家父… 十幾歲人… 叫你… 叫我女兒… 母兒… 叫你媽媽… 我都… 叫你一輩子… 好嗎? 我叫你一輩子… 那些份量… 我供了一輩子… 我沒有所謂… 但是這幾年… 我扛你說… 我罵你… 是甚麼? 不用怕那個水路… 那條舊路而已… 你看你… 你甚麼事都知道老闆呀… 你有甚麼本事在人家… 跟你在一起呀… 你害人一輩子呀… 你餓死老婆回家… 老公,你不要哭呀… 我都沒有覺得家父害了我… 我… 我真的很喜歡她的… 你去抱吧… 你…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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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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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乾杯,乾杯,我代表川尼流老闆和大家說一聲 今晚酒微菜博招呼不到 多謝,多謝你們給面子真 我們正式回到討論 大家剛才看完影片,都應該知道今晚的討論話題是甚麼 早幾年,一套由薛凱琦及房祖明做主角的電影 《早索》,是以東星導演拍的 以東星本身是其中一個我最喜歡的香港導演 雖然他出了名,拍戲是老土的 他每一套都是冷氣,要講很多人生道理 這裏也不例外 我知道可能有些觀眾對這部電影不太熟悉 甚至我最近跟人說的時候,有些九十五都跟我說 幾乎問我誰是薛凱琦 我都拗頭,薛凱琦不太老 我略略說一下,故事真的很老土 話說有個副家女,就是中學生 愛上來是一個看上去挺英俊的 即是他覺得很英俊的一個中學男生 不過這個男生的出身比較低下 即是我們所謂的草根 當然,別人的女兒的父母知道這件事之後 其實都不太喜歡 都已經開始想拆散他們 甚至後期,搞大了一個女兒的肚子之後 就直接一定要做,盼打煙冤 怎知年輕人當然要玩離家出酒 到最後還要… 屍奔 年輕人當然要懶得浪漫 到最後還是捉了他回來 幾乎想吊起他來審 這就是電影的基本大綱 在這裏裏裏面 其實伊東昇想表達很多社會問題 今天特意我請來兩位議員 以及兩位中學生 就過來和大家一起去 嘗試討論這些代溝的話題 尤其是我覺得李子雲議員 就是零射… 我今晚一定要請他過來的 原因就是因為他本身都是一位中學老師 這兩位中學生 真的應該會有很多火花 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了 其實這部電影上了之後 有人就問問伊東昇 你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你有甚麼心裏的想法呢 他就說 其實在於我們這些導演的年紀 我們都年輕過的 為甚麼我們那些年 我們都是一個青年人的時候 都去追女子 放蕩不羈的時候 當我們做了人爸爸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禁制自己的子女 不要搞這些事情 其實他就覺得初女無限美 這是一個人生的美好回憶 在這裡開始之前 第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非常老土的話題 就是在中學裡面一定會… 每一屆都會討論的 中學生應否談戀愛 其實這是人之常情 我覺得談戀愛真是順其自然 完全逼他們要禁止他們 不能走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在中學 其實很多同學都已經在拍拖 有些是地上情 有些是地下情 所以我想現在年輕一輩 都在感性方面是很強烈的 其實李sir 你的學校本身是一間男女校 男女校 你的校規是怎樣定的 我們沒有禁止男女拍拖 因為我讀中國的時候 我的校規都沒有定的 實在不應該定 因為我那是男校 因為你定了你執行 已經是男校 他跳出來我更害怕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們同學之間 到底是不是過火 第一 第二就是老師和學校之間 大家互相合作 在家後合作之下 令到事情美好了 例如我們適當地引導他們 不要因為拍拖而令他們荒廢學業 或者走歪路等等 或者做一些 例如我們學校 都會有性教育等等 再加上我們平時都鼓勵同學 不是禁止他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越禁止他的 他的反應越是反叛的 很多廣告都說 爸爸走了 我們快快快快快 變成了這件事實是真的 所以我想我們最重要的是 讓同學能夠有一個正確的戀愛觀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準備 和知道效果如何 讓他們自己去取勝 明白 葉Sir 你又如何看年輕人拍拖 這件事實際上就是當時的社會環境 以前和現在是有分別的 大家知道在中學時代 很多男女和我那時 我們五十年後 那時七年代我們上中學時 都有拍拖 有很多男女和我都一樣 但我們就順情一點 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是比較困難的 那些人呢 就算同學生也好 雖然大家有溝通的東西 他都比較上會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呢 當時環境來說 很多時候真的要照顧家人 你真的要給心意讀書 家人給你或者社會給你的東西 是比較缺乏 但是今時今日來說 所以家人看得很緊張 你不要說什麼 給你錢花也不是太多 所以就算你有激情也好 就很難不撲一聲 像一吐氣一樣 這麼快就能夠黏起來 很坦白 萬元 但今時今日又不是 現今老實說 這十年代 因為第一世紀少 社會又富裕了 很多時候在家裡給了很多資源 給了很多東西 這些小孩子 實際上我們接觸八仇九仇 他們是沒有什麼後顧之憂的 有什麼事說呢 自己搞定就算了 就是有分別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有分別的 剛才我聽完兩位先生的一套說法之後 我能夠問兩位年青的代表 當然問題已經不是說 英否談戀愛 因為這個問題問你們是沒有意思的 不如我再深入一點 英否發生性行為 剛才Anthony說到 就是說我們兩代人可能有婆花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傳統一點 老土一點 我跟兩位老師的立場一樣 我真的覺得中學生是未必適合談戀愛 我在說我的觀念之前 我想先講故事 我之前就在一個Facebook專頁上面 就看到一個故事 他就說一個男生見到一朵花很美 就因不住就摘下來了 就回家換相 另一個男生見到一朵花很美 他就在心裏面生出一種蓮色之情 每天就去栽培他淋花 下雨的時候拿白癡甚至遮住他 其實他的故事想帶出就是說 前者是在說喜歡 喜歡是想佔有他 想去剝奪他 但如果你說後者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付出 付出才是愛的表現 我想其實現在 為何父母才剛才 好像柯導演有這樣的想法呢 就是因為其實每代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父母以前的確是 曾經有一個青春的衝動 但因為他長大了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以前愚昧了 可能不想他的子女部的後層 其實我覺得是對的 年輕人的確是 我中學生應該不適合談戀愛 因為我們看到近年的愛情觀 其實是不太好 很多年輕人都是為了拍散拖 或者覺得 你看到14歲媽媽這些出現的時候 很多的腦子都好像擔憂 社會風氣開始慢慢敗壞 就是我們以前剛才葉循所說 所謂的自由戀愛 以前真的很純真 我想被拍拖 拖手仔也很大件事 就是現在你一拍拖就懶惹 這些都不在話下了 以前真的說為了忠真而拍拖 就是為了長久而拍拖 但現在真的為了好奇 其實我聽越聽就越奇怪 似乎這兩個才是年輕人 就是我來的 你來的 我來的 我來的 就是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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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這麼老 這麼老跡 聽完之後 我這個八十樓 真的受教 受教 因為時間關係 我真的要動作 因為我不想再聽你這麼老土的說法 其實這套電影帶出了一些東西 就是反映著一個人生選擇 我們經常都說 沒有東西一定是十全十美 如果讓你們選擇 你們想出生在富裕之家 但是跟家人的關係很疏離 還是你們雖然家人比較窮 但是跟家人的關係很好 你們大家會怎樣呢 可以先說 我會選擇 寧願是出生草根 但是很開心 很融合的 因為本身其實我家裡 都不是特別經濟運氣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是有一個很開心的童年 那 其實我想事情都很老土 好像是很好的 就是我覺得 知識是可以改變命運 那你現在的草根 可能只是當刻的 不代表你以後都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在童年的時候 你已經沒有家人的愛石 照料 但是這個是你到長大都是一個遺憾 但是可能我出生很草根 但是我長大之後 我可以令到我的家 我可以改變這個環境 但是我會永遠都很記得 那一段我小時候很快樂的時光 而不是我發現我的童年 好像有一片空白 那另外幾位你們會怎樣說 我會知道阿凱二的看法 應該幾年前有一個統計 統計將全香港的18區快樂指數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有有有有 快樂指數 反而發覺到最快樂的區 並非最富裕的區 可能是離島 甚至乎是深水埗 天水圍 屯門 反而更快樂於市區的某些區 所以我想也同意你的看法 最重要是家庭本身的支援 感情比起物質更加重要 不過那部電影讓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那兩個代溝的問題 都頗嚴重 特別是在父母的家人 父母的反應都很激烈 因為看到他的女兒這樣被人 又私婚了 就走上門等等的事 變了在家庭的融合方面 就有問題 就是大家的溝通 大家所理解的情況 都不能夠互讓互量 似乎是一種 不是那麼磨懈的情況 待會有機會再去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我也同意意思 就是說 我寧願經濟環境不太好 但是譬如家人可以互相扶持 這個對於小孩子的成長很重要 因為日後 老實說 你出到社會工作的時候 現在是真的靠自己去自力更新 去面對很多困難 但如果好像那個富裕家庭一樣 今常他在溫室裏面長大 他父母給不到他 他很容易遇到困難 他就會自貌自欺 變成了對將來的事事發展 都可能是有些影響 OK 大家一直討論的時候 亦都帶起一個話題 就是關於家教這件事 我們經常有句俗語 叫做有爺山 沒有吵架 說話題是代表原來我們的思想行為 我們出來工作的情況的時候 是受著我們的家背景影響的 你的判斷 這件事我們現在就想深入探討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印象所得 基本上的說法都是 你的行為是受著你家的影響 而家的影響亦都是你爸爸媽媽 他的人生經驗得回來 然後是想告訴你 哪些事情應該做得到 哪些事情不能做得到 但到最後發展的時候 你們會如何去看教法 究竟你們比較贊成一些放縱式的教法 這個比較嚴重 因為我們所謂的棒下出中糧的教法 聽一下問得同學 我是絕對贊成這個棒下出中糧 你覺得打是有效的 嚴護出效才是絕對應該的 我覺得太放縱未必是一件好事 年輕人經常說 覺得沒有自由很慘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事情是要逼出來的 你看到我們古代的中糧、賢軍 其實全都是很嚴密的家教才才訓練出來 即是我們現代都是 你看到曾蔭權、曾慈雙雄 他們在政府裡面都很高的地位 但他們以前實際上是很害怕他們父親 因為父親是一個很嚴密的家教 帶來一個很正確的價值觀給他們 當然我絕對不認同 就是說你完全是很強硬的 其實我覺得無論什麼事都需要軟難兼私 這就是教育的技巧 李Sir 你這個學校你怎樣教學生 我還沒講父母的角色之前 就先講講老師和同學 始終都是本學 OK 現在的死亡環境完全改變了 跟我們讀書的時候完全是兩回事 現在無論是Band 1或Band 3 你老師都一定要逆思逆柔 這四個字我經常掛在心裏面 逆思逆柔 就不要敦你的樣子說 我是老師我一定要 一入國班房就好像殯儀館一樣 很正確 沒有這回事了 你在課堂裡面要活的 有時你跟他們罵他 提一下他 又稱讚他 令到他們覺得 這個Sir也不是說只有一個惡字 另一方面在課餘的時候 亦都跟他們打球 甚至乎請他吃一些雪條 這個關係建立了起上來的時候 變成同學和你之間的關係就會好 如果引申到父母 我想都是差不多 都是需要 第二要跟他提醒他一些東西 陪他走人生的路 亦都是關心他 甚至乎他萬一好不幸 就快會面臨一些危機的時候 你在他旁邊做一些適當的提醒 以及告訴他 你做這件事後的後果是怎樣 讓他自己去選擇 他自己的路 在整個過程之中 父母是扮演一個 亦父亦母或亦母亦朋友的角色 令到子女與你爭瓜關係好 關係好之後 你說什麼呢 才會有溝通和活動性 葉Sir你怎樣看 我接觸街坊或市民 實在近年來我們都發覺 有些像李Sir一樣 跟以前的分別 跟你們說過 現在很多父母 把小孩丟到學校 覺得他們已經沒有了責任 把他責任給了先生 但我是絕對同意 由頭到尾 有些事說就是賴世先生 學校不好 真的不對 我覺得實際上 家教和學校教育 是要相互相成的 但現在太多父母 他們很絕情 第一 他要求的小孩很遠 要求他很高 但他又不想負責任 你明白我這樣 這是一個相當不好的態度 還有一件事最不好 就是有些事說 他沒有想到自己有沒有付出 你明白嗎 有沒有責任 就下了去投訴 那些先生不好 我倒轉來說 我兒子當時來說 我倒轉的 那些先生打打你 有時被弄傷 我說你不用理他 小孩要讓他嘗試這件事 你明白我說什麼 為何還習慣小孩 現在的小孩很多時候 有些事說 老爸打他一巴掌 他都說要報警 真是太離譜 所以有時 我都覺得 應該是嚴重一點 不要太過放縱 而且你在家庭裏面 父母的榜樣 是所謂的生教 其實小孩一直看著你 你從出生開始 父母在家庭裏面的角色 他們之間會不會有些 由早上吵架到晚 或者你沒有要幫我 我幫你 在家庭教育裏面 令到小孩覺得 講理由 講道理 以及關心別人 這些是自小在家庭裏面的培養 我想做父母現在 是越來越難 而且是需要 給一些技巧去教小孩 其實講到家教這件事 最近只有一個時事業話 正正這裏的男主角 防忠明和他陸入柯震東 就是被人說他們沒有家家 防忠事件 對 因為柯震東 他曾經有很自豪的事 就是爸爸媽媽不管他 對 他就很欣賞爸爸媽媽不管他 結果現在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事想討論 不過我們要先休息一會 回來後我們繼續去玩 好 你想不想疼我 你這樣 我想笑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我不知不覺 慢慢喜歡你 從一開始發現你緊張在天海之氣 從一開始看你外表到現在你沒在的美麗 忽冷忽熱你忽冷忽熱 哪個是真正的你 後夜也許你的號碼都已經在我的手機裡 還要抱著問題會影響到我們一開始的優異 But 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求什麼 接受快樂 就難得快樂 你希望是否也會感覺到 一點點寂寞 Oh 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求什麼 接受快樂 你今晚是否也會感覺到 一點點寂寞 可我不再與你看著時光 留起我卻沒有勇氣說 喜歡你 我和你一起 I never will be I'll never Never be lonely I don't wanna be lonely 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求什麼 接受快樂 就難得快樂 你今晚是否也會感覺到 一點點寂寞 Oh 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求什麼 接受快樂 今晚是否也會感覺到 一點點寂寞 今晚是否也會感覺到 一點點寂寞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我不知不覺 慢慢喜歡你 從一開始發現你 緊張在天愛自己 從一開始看你外表到現在你 多謝 Before you tell me 我看別多廢話 都變成 socialist 我们继续讨论家教这个话题 话说剧情一直都在说四大长老 男主角女主角的父母基本上都是好人 除了黄秋生的角色比较恶之外 但到了一个位置 他们终于四大长老都忍不住 因为他们珠胎暗结 即是搞大了别人的女儿的肚子 曾志伟,即是房总明的父亲 听到这件事,第一次很生气 冲去说他 其实他们那段对话我记得挺深刻 父母就是骂子 你这么下流战格? 你只顾着自己happy duck 你不用理别人的女儿 年轻人血气方刚 最重要是李实理应该很清楚 我说我有什么事自己搞定 我不让别人说 很有正气地说 你可以骂我,但你不可以侮辱我 总之我会自己搞定 然后父母听完这句话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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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么办 要谈结婚吗 然后生孩子 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没有想过 你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 然后男孩子就说 我跟女朋友商量过 我们最多就是墮胎 其实现在想去问大家 一件事 其实大家如何看墮胎这个话题 你本身是赞成反对 你先说一下 哈哈哈哈 为什么可以先回答 你先进入女士 是 切身之痛 因为我觉得 当然 如果他们这样 暗结的话 其实是一开始他们做错了一件事 但是 我觉得那是一件事 就是让他杀了他们 很难 是的 就算是因为一个意外而出身 但其实他是你自己亲生的骨肉 还有他有生存权 是的 而且本身这件事 其实也是犯法 而且我会觉得 可能会有争议 就是他们都养不起 那为什么还要生出来 但是我认为 其实 如果你真的觉得生命这件事 是很重要的话 其实所有的经济 其实都可以放低 解决 是的 譬如说 我觉得现在社会 都富裕 其实你养不起 可能政府帮你养 或者有些监管机构 一定有方法解决 哇 你对他知道 这些人有自己回叉 所以我觉得 一定有方法去解决 而不需要去杀自己亲生的骨肉 那几位又如何去堕胎 你先说一下 我先说一下 其实都已经说了我的东西 首先你堕胎是违法的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 看下什么角色上去看 就是你说 从那个道德高地去看的话 那从人权去看 就是侵犯了人家 生物的生存权 那是不对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人家本身 那年青人一时冲动做错事 他的父亲 他生了孩子出来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照顾他 就是我觉得要 似乎家庭 如果你说是贝尔袋 那你生了一百几十个 没有所谓 对不对 你养得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如果当一个很穷困的家庭 可能住一村的 我真的是根本就没有 就是很重 就是他自己养不够的时候 他还生了一个宝宝出来 是不是害了一个宝宝呢 甚至乎 不单止害了一个宝宝的一生 可能害了自己的一生 就是可能他本身向上爬的时候 那就是因为一路这样的父丹 当然我不是达成座胎 我只不过就是说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如果我们站在人归立场来看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立场来看 其实他可能 代表对他来说是好的 但是对这个宝宝来说 都是不公平 嗯 好 阿sir呢 我看法都是觉得 不应该代表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我否认 就是你们冲动了 就是 就生了一遍 就是珠开暗结 但是实际上 有很多方法去解决这件事 就是事情已经做出 实际上年轻人也好 你都要负责任 对不对 去处理这件事 对不对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是 无论是生理 心理 尤其是对那个女生 都是很大打击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方面 我自己觉得 既然两个都是 无论是冲动也好 怎样都好 既然已经做了一件事 实际上我觉得 都要大家两个 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就 总被说 就是当 抹了它去死 就当解决这件事 李sir 你有什么 都很赞成的 因为实际上是生理务价 还有 可以有很多做法 例如说 你可以真的 如果爸爸或者妈妈 如果未够成熟 或者是在读书 或者是什么都好 如果太小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社会福利架构 或者是法庭架构 有些监管机构 都可以帮你 暂时代管 或者代养孩子 或者判给哪个 和妈妈 一爷一妈 判给这个爷一妈 先照顾 等到他们大了 可以有能力 有心事成熟 去照顾孩子 你可以再领养孩子 明白 这个我也是赞成的 其实大家说起这件事 尤其是李sir 今天在这里 我总是觉得 肯定会带到一件事 就是这样 香港的父母 经常年年月月 尤其是五六十后的父母 当然会对着我们 八九十后的年轻人 他们的子女 一定会说 儿子记住要读那些诗 将来做医生 做律师 否则你会很辛苦 你会捱得 大家又会怎样看读书 其实我小时候 都已经听我父母说这句 他们都会是 但是大家如何看 现在的学生出路 就算今时今晚 大学毕业都不代表什么 其实我们读书 还有没有意义呢 有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我教学生 或者跟我的小朋友分享也好 我觉得读书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一个终结 最重要的终结就是 到底你将来读完书之后 你如何去找到食 或者如何生活 如何开创你一生的未来 所以其实读书 多还是少 其实很好看自己个人的能力 你是不是这个材料 因为事实上 我也教了 有些部位学生 他怎样读都读不到 怎样坐 怎样保课 怎样留在学校 他都是读不到 但是可能他本身 他对于画公仔 对于剪头发 玩模型 或者有些其他的东西 他是很聪明的 我们就作为老师 或者作为家长 我想应该正确方法 就是尽量发掘 他们的才华 他们的兴趣 他们的天分 在哪里 而加以栽培 所以其实读书 不是一个end 只是一个过程 令到你达到自己的兴趣 和个人目标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你觉得自己是读书材料 还是你们有另一方面的技能 才华 我觉得在我眼中读书 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 希望可以找到好的出路 另一个就是 其实读书也是一个 自我的修正 修身正记 其实你说读书 没有出路 我觉得就算你读书很聪明 也好 但将来你不懂得找到的机会 机会也是会从你手上奔走 所以我觉得你读书 你有一张沙子 只不过就是说 你有些本钱 当机会来到的时候 你可以有这个能力去捉住它 但如果你没有了一张沙子 就算有几个机会 在你面前走过 你也会捉不住 所以我觉得读书 是一定是重要 是怎样都不会无疑 嗯 可以 其实我也挺喜欢读书 我也很想 譬如我在香港 我想读个Degree 然后再出去读Master 之后 可能再回来 很有计划 很有计划 我很想在不同的环境 很开心 听到这些说话 我很想在不同的环境 合习 因为我觉得 我本身很窄 我很想 扩阔自己 所以 我觉得其实 在现在这个环境 书是一定要读的 那既然一定要读的话 那为什么你转一转的心态 将它变成一件开心的事 喂 我先提醒你 我是一个曾经的大学生 我也即而读读书做了一件开心事 因为我还是非常面坏自己的大学生活 一个面坏 不是因为我打算讀好读书 其实大学里面 真的有很多东西玩的 我觉得读书是一件 其实也挺开心的 如果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乐趣 当然了 因为剧情开始的时候 也说明了 为什么他们会认识的 男女主角 因为在中学搞球 男校和女校一起加 可以去上座 是的 你不是回到那个 你哪有得呢 不是 那个男主角 其实只是射进去 不是那一家学校的人 不是那一家学校的人 是修女 读书是一种 训练自己的思考 能力 怎样解难的能力 是一个个人的 自我的训练技巧 虽然行行都可以出狀言 但我自己觉得 基本的训练是一定需要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能力 或者自己也负担得起 尽量去读 尽量去读 始终 刚才你所说的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学习基础 或者你有个码纸 或者有个码纸 或者有个码纸 在将来社会上的发展 始终来说 平均来说 都会胜眼筹 当然 有可能说 有些人不太懂得知 或者他都会发达 但是 那个机会就比较小 对吧 很简单 如果有一个公司里面 如果有个机会给你 如果有个职位给你 当选择人的时候 如果你的基础学历是好的话 或者是优胜一些 你一向读得好的 我相信 读考他的时候 分组都会高一点 对 其实 节目的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么多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还是想问的 不过 话说 剧情的最后 当然是吊起个男主角来审 对吧 但是最后 也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之后 人家说 基于乙东升 是一个这么喜欢讲道理的 一个导演 但最后 你安排一个 这么happy ending的结局 作为一些教育工作者 有人批评 这些 乙东升 变相鼓励年轻人 去追求激情 不要紧 反正最后都没什么 在座几威 又怎样看这件事 我想又不是这样去想一部戏 这部戏当然有过程 其实 如何去演绎 如何理解一部戏的主子 好像我们理解一篇文章一样 他的主子是否好像在煽动这些人做错事 或者不是 透过这件事件 得到一些教训 令到他将来 那些人会更加谨慎 注重那些避孕 或者是更加和爸爸妈妈有好的沟通 怎样能够自己有个生涯的规划 怎样计划自己的未来 不要那么冲动 就是视乎你怎样看到戏 一样一只杯有几面 我认为这一件事 不一定是用这个方法去想这部戏 可以你怎样看 你觉得看完这部戏 会不会有些啟發 即是那些戏已经醒了 还是还是不纯粹看一部戏 你也不知道 他会变成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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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去想 譬如说我们也有很多禁读电影 但仍然有些看完就算 所以我觉得 全戏那部戏的权力是在观众手中 虽然结尾是快乐 但是我相信 其实他看完 他会发现到 他会发现 其实导演想打出的 不完全是 你这样做的 是不是 如果说80后的女生 越来越年多大 当然思考就更加複雜 当然没有人想当 但是90后的妹妹 其实都是很容易被人欺骗 你看男生的事情 很简单 只要走出来英俊 就会哄你的开心 你已经是暈倒了 个人已经没有了思想 这是我非常清楚的 我不说些什么了 在你的印象之中 你身边的女性朋友 他们够不够醒目 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 都是很醒目的 你肯定吗 肯定吗 我肯定 我肯定 那些90后的女生又不是 全部都是一个 很悲惨的经历 比这个剧情很夸张 我也听过 实际上我看的 那个导演 虽然你看到他的快乐结果 我觉得他想把结果 就是两面给人看 让观众自己去选择 那些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因为大家的思考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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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给了一个选择 我自己觉得他 是特意做这个 是想让别人有一个选择 Vector 你有没有还有固惑仔 我? 是的 欺骗身边的女同学 我很单纯的 你身边有没有固惑仔 你先 我身边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 那些兄弟不是好人 我真的觉得他那部戏的讯息是好 其实不太退役的问题 年轻人有没有批判性之下 我就不评论 但其实他整部戏 我上个节目之前 特意都看过那部戏 都理解得几清楚 其实他的结局 是说了他坐三个月的奴教所 穿回来的 但其实他那部戏当中的内容 那个男主角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做错事 他需要自己承受责任 其实当中说了很多古楚的事 他可能要出去做事 可能要担担抬抬抬 甚至乎他要冒着犯法的危险 去做一些事情 去维兴他的家庭 如果你说 最后男主角坐牢 不然坐一輩子 那这些是跟那些教育电视很分别 那不如我们这些不是EDV呢 就是看电视制 有一些别出心裁的东西 而且他内女的讯息 其实他都说了出来 就是说他做错事 需要承担回 其实男主角是错的 这些事情是很清晰的 甚至乎他要附上一生的前途 但最后他都说了戀愛是很正确的 他们本身拍拖 是没有任何愚规行为的 很区区区区的 但为何他们会发生关系呢 是因为喝醉酒 所以他的信息就是说 其实戀愛正确的观念 是像他们那样的 是没有任何愚规行为的 只不过走后戀症 我现在不问李sir 李sir 你的学生应该都会处理过这些案子 那你们会怎样做 其实我们就说 那些着重点不是罚他 大个小个很容易 你打个电脑搞定 但问题我们最重要是 首先要了解问题在哪里 到底是那一对小朋友的问题 这些是他本身背后的家庭 我们会和一些主义的社工 和相关熟的老师 和他的家长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谈 解决的问题 解决的问题 怎样去帮助他们这一群人 可以有更好的事后方法 是理性地跟他们谈的 通常情况是怎样的 其中的两个案子是怎样做的 我们的学校 还未至于说猪胎暗结 只不过是因为可能拍拖 所以他们又不发学 或者其他事情 这些事情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 家库合作 最重要的事情 明白 好 欢乐的时间讲得特别快 又是时候说拜拜 在此真的要停止大家 再次敬大家一杯 多谢 乾杯 身体健康 非常感谢几位今天的大介光临 我在此祝福大家的生活继续愉快 工作继续事事顺利 学业继续进步 各位观众 希望下集再见 拜拜